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其实要分清一个媒体是否五毛很容易 包括TVBS 他说 央视播出的画面报道了习近平出席了三中全会闭幕式 破除了身体不适的谣言 这个画面大家都看到 其实已经播过一次 就是开幕式进场的画面 而没有报道闭幕式的画面 大家都在期待闭幕式的画面 实际上谣言不但没有破除 而且还更加凸显谣言的真实性 都知道这次的会议全部都是老三篇 没有一点新意 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提到了七个聚焦 包括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建构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另外也关注了十三大项的系统 例如构建支持全面创新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等部署 最触目的是外长秦刚 秦刚是被免去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政务 因为他还是中央委员 但是公布却说秦刚是自己辞职的 所以仍然称他为同志 至于国防部长李尚福是被开除党籍 所以已经不是同志 而是敌人了 所以这一回非常明显 秦刚是被放生了 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同志的称呼 意思就是可以保住小命了 但是外面的传言是他已经被干掉了 我们在之前也听说过很多次 说被折磨致死 自杀等等 但是现在却如此高调的 说他是主动辞职 不是被开除 意思就是我朝你鱿鱼 不是你朝我 因为如果是他自己辞职的话 就不是纪律问题 就是说他的罪行根本没什么 可能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 不是犯下大罪 因为很明显 相对来说李玉超 李尚福 孙金明是严重违纪违法 确认他们是开除党籍处分 所以就完全跟之前所传的不一样 例如秦刚因为火箭军在海外泄露机密 而他接获了情报之后没有向上级报告 所以他有私通美国的嫌疑 当时甚至说他被美国策反了 成为了美国间谍 但是这次从字面的解释否定了他是美国间谍的说法 他是不是美国间谍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在中央层面已经排除了他是美国间谍的身份 也排除了他帮美国充当情报员 或者是泄露任何国家机密 因为如果泄露国家机密也是会被开除党籍 不会再称呼他为同志 能称呼他为同志的 肯定是在查过之后认为他没有出卖国家 没有泄密 而且也没有做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事 但是因为生活作风的问题 例如在美国生了一个私生子 而没有向组织汇报 所以犯下了轻微的组织纪律 但是这种组织纪律每个人都会犯 谁没有包养情妇 谁没有贪污腐败 谁不是私生活作风不检点 问题是中央接受的程度有多少 秦刚他是习近平主义的人 曾经一度把他当成是接班人来培养 之前也有传出他跟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有一些感情瓜葛 但是最后无疾而终 也有传是他老婆为了跟习近平的老婆套进虎 所以又亲自包粽子 又做月饼送给他吃 这些种种我们都不敢肯定是真是假 但是这一回很明显 秦刚的小命保住了 被放了一马 而且罪名已经清到了 不能再清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落马官员通常都是被开除党籍 而他不但被没有开除党籍 甚至还不是被开除公职 而是自愿辞职 而且最近还有传言 说会把他摆到一些头衔置散的位置 让他继续担任闲职 继续在党内养老 直到退休 这个已经是对他最宽松的处置 去年的传言传得很夸张 说他帮助李玉超的儿子 在美国泄露军事机密 尤其是火箭军的军事机密 如果牵扯到那么严重 一定会是死刑 就算是不死刑 也会被被折磨致死 或者是会宣布他病死 但是现在不但没有任何 说他病死的新闻 甚至说他是主动辞职 这在近几年落马的中共的官员当中 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很明显 他是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可能是由于习近平还是对他眷顾 觉得他是可造之才 虽然犯了一点点错误 但是给他一次机会吧 放他一条生路 这样他就不用死了 从秦刚的这件事其实可以看出 关于火箭军的传言可能传过头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火箭军真的是有那么多消息传到了美国的话 习近平一定是会暴跳如雷 所以我估计还没有到泄密给美国的地步 因为实际上美国不需要你泄密 他们也知道很多东西 所以我认为 火箭军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七上满下 他们在向上面报告的时候说台湾可以打 但是到了真正打起来 或者是要用测试导弹的时候就拿推三阻四 而且还把燃料换成了水 这是俄罗斯的KGB打小报告给习近平知道的 根本就打不了仗 连普京都出了事 普京在打乌克兰之前以为全部都已经搞定了 下面的情报部门告诉他全部搞定了 我们已经把乌克兰全部收买了 由总统到警察总长 市长什么的已经全部收够了 只要我们挥军下去 就会好像平时操练一样 轻松得很 到时候连总统也会在街上迎接我们的皇室 结果人家确实要跟你拼命 那这些钱去哪里了 当然是进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口袋 而火箭军的情况也是一样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所以从这件事情中其实可以研究出 火箭军最大的问题就是忽悠习近平 习近平一心要打台湾 但是他们就全部都外强中干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这一条才是他们的死罪 而且是不可饶恕的死罪 因为打台湾是习近平毕生的志愿 而秦刚也没有泄密 只是可能被人打了小报告之后 被发现有私生活作风不检点的问题 而且在美国生过私生子也是事实 但是有私生子最不至死 习近平自己也有很多私生子 据说还有三个 所以不能够因为私生子而这么过分 所以算了吧 你自己辞职吧 而且如果是自己辞职的话 也表示以后还有机会让他继续当官 有传出会把他调去当文化部的官员 总之就是不痛不痒 没有任何实权的官职 但是会继续有退休高干的待遇 这是中共对一些头衔制省的官员的处理方式 但是头衔制省总比小命没了要好得多 最重要的是他仍然还被称为同志 就是说习近平仍然当他是自己人 小命可以保住了 关于秦刚的报道 在之前很多说法 我们也有跟大家说过 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是真是假 但是这一次可以确切告诉大家了 因为已经全公布了 他也是近年来的一件很大的政坛事件 因为他是习近平处心积虑要捧的人 哪知道全部都出事 习近平一手提拔的秦刚出事 一手提拔的李尚福出事 一手提拔的魏凤和也出事 而且恨不得要杀了魏凤和 其他人是已经说得很明白 一定要弄死 但是秦刚却非常命大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